Mirror koş One Two Three Four ket koş 啊 我寫這首Garry & Roti呢 其實是因為我發現到我的寫印度歌還蠻有才華的 因為我之前寫了幾首呢 大家好像還蠻喜歡的 而且都拿來跳舞 這一次呢 我又拍了Nar Silva的續集嘛 那我也想延續之前的有這個Garine的那種曲風的歌曲 在我的電影裡面 所以呢 我就再寫了一首 Curry ne the part 2 就是Curry and Roti 因為Curry呢 一定要配Roti 這樣的話就是一首情歌的感覺 你不能沒有我 我也不能沒有你 兩個參在一起才會好吃 印度傳過來的Roti就是一個Roti 可是我們又有Roti Sardin 又有Roti Bissang 又有Roti Banjil 一大堆Roti 所以我們馬來西亞人是很有創意的 就發明了一大堆Roti出來 然後我特地把這個歌寫成英文的目的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一般上在聽印度歌的時候 我們也不懂他在唱什麼 那我就直接把它變成英文 那全世界都看得懂 非常感謝這次Santech願意幫我合作 因為通常歌手很紅嘛 很有名很忙 很少會願意說幫人家編曲啊 然後在幕後這樣子 其實Santech呢 我之前在網路上就有看到他的作品 因為他之前寫的一首歌叫 Amarina 在馬來西亞爆紅嘛 然後我覺得他很有才華 就是一個印度人呢 居然唱馬來歌 而且他的MV呢 非常的低成本 在路邊亂拍 然後這樣都可以三千多萬 看得很不服氣啊 後來我仔細聽呢 我覺得這位印度大哥呢 他非常有創意 我開始本來只是叫他幫我編一個電腦的MIDI而已 結果他全部找了印度樂器 全部叫真人全部彈出來 真的非常感謝Santech 嗨大家 這是我Santech 我沒有遇見NameWee 但我非常喜歡NameWee 他是一首歌曲的Malaysia 外出的Malaysia 他是一首歌曲的Malaysia 他有很多名的名字 《WorldStar》我們叫他 很多人在音樂中的音樂中 他可以選擇我 為我做歌曲的 我仍然感覺像是一首歌曲的 但他真實 所以我可以工作跟NameWee 是一首歌曲的Malaysia NameWee是一首歌曲的Malaysia 所以他專注於Bollywood 這就是出的桌子 我感到… 為何他們可以演一首歌曲的 我們在音樂中的音樂中 我們已經有給他什麼 他想要 音樂中的音樂中 像飾品、滑鼠、 所有的音樂中的音樂 這就是很棒的練習我 我沒有做音樂中的音樂中 這就是第一次 但第一次可以做的 因為NameWee的意念和努力中的音樂中 i ini NemiNyanyi oh jalah wow oh masz demo kita fokus sangat so bro ini CinisNyanyikah KindyP oranyaNy Walaupun dia pakai Malaysian Language Gia cakap Ada Tamirahada Mulikcampur Nice IfK list10 I give20 Masa tengah compose Masa tengah recording Dia tak feel macam ni Dia tahu apa dia nak buat Just dia nak tunggu saja The music and everything Then he played his role in the song 大家在開MV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唱這首歌的人呢 跟演這首歌的人是兩個不同的人 在寶萊塢的世界裡面 唱的人跟演的人永遠是不同的人 這個就是印度Bollywood的一個文化 他們唱的永遠是找那些幕後代唱 然後很會唱的人 那演的永遠是找最美的美女來唱 那我跟這個女歌手合唱呢 其實她非常的厲害 你一聽她聲音就 哇好像你整個人跑去印度Bollywood電影裡面的感覺 那演這個MV的女生呢 是Sanjana 她也會在我的這個Nasirama 1.0裡面出現 我找她 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她是美姐畜生 身材一流 樣貌一流 看了都想留不舒服 可是來到現場呢 我才發現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以為印度人都會跳舞嘛對不對 她完全不會跳 怎麼辦呢 就是找了一個老師 來教我跟Sanjana一起跳舞 那大家才看到MV裡面呢 有跟她那麼完美的舞蹈有沒有 那個體態 那個舞姿 都是我們苦練出來的 Sanjana Step is done Step is done OK One Two Three One One two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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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三 四 好,小姐 1,2,3,我去吧 1,2,3,4 可以從 吃東西 然後 1,2,3 我以為她會跳 但如果她不會的話,她是不會油美的 這是我擔心的 所以 1,2,3,4,8 她們有7,8 2,3,4,8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就要吃東西 3,4,8 3,4,8 好,小姐 前面一點,她記得後面就 她會有多不得了 1,2,3,4 1,2,3,4 1,2,3 1,2,3 1,3,4,4 4,4,4,4 4,4,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這是 Lawrence 耶 歡迎 Lawrence 我們來這裡 來演唱的舞蹈我們 第一次是多少年 10年 10年 但我從來不增加 你做得很精彩的 我非常幸福見你 我想見你 什麼差別 跟這個舞蹈 Karinet Karinet 非常非常 modernized 甚至是 帽子 的 我都在做的 很有趣 这一节目是稍微的 我们要做的 这首歌 我做的更好 和也有点好 我认为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就是一种 这首歌 你认为我做的 你认为我做的 我认为这首歌 就像是人生和人生做的 它會更多威脅 我真誇張學習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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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个MV的拍摄概念呢,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们在看Bollywood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 Bollywood呢,最喜欢去山上,突然间跑去海边 突然间在森林里面,或者谈判,谈到一半 枪拿出来了,诶,突然间可以跳舞 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文化 就是我整个MV呢,就是有被这个东西影响 其实大家在我之前的一些印度歌 比如说Garine里面也有这样的玩法 算是马来西亚人的童年了,我们从小看印度戏就是这样子 拍摄这支MV呢,我们换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场景 有在海边,沙滩,然后有在山上,有在瀑布旁边 也有在一个古代的屋子里面 而且请来了专业的舞蹈员,舞蹈老师这样子 在拍摄的过程中呢,工作人员都是一直在笑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觉得我们跳得很帅,很好笑 还是在笑我们,跳我的样子,我也不确定 最重要的是我这胸部呢,粘上了很多毛里 其实我胸部是有一点毛的 只是没有像印度人那么浓密 可是在我在粘那个毛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到那个毛有一点卷 后来我有问那个化妆老师 他跟我说好像是真的 我就开始有点担心 因为他的那个卷度 有点像我们身体某个部位的毛,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跳舞的时候,手摸到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很辛苦,那个感觉 不知道是什么毛咧 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 你看人家女生做很好啊 你看人家女生做很好啊 你做就很连威缩耶 不好意思 没有必须用你的肩膀 女生可以用你的肩膀 只是行动啦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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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一个人要不准拍子 我是rapper,你有没有拍子? 我是跟OckBit的 你拍子? 你拍子? 你拍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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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子吗? 我拍子吗? 我拍子呢? President 我拍子吗? 我拍子吗? 我觉得印度女孩子跟华人女孩子的差别在于呢 他们的五官 华人呢是感觉是要越简单越好 就是那种眼睛细细的 脸蛋就是额蛋脸这样 就是干干净净的感觉 可是印度呢 就是感觉怎样看都会比较妖艳一点 因为他们的五官比较心碎 而且再加上我这次请来的 这个是美姐你知道吗 是选美出来的 有时候我在跟他跳舞的时候 我在对到他的时候 他眼睛一看我 跟我笑一下我都会被电到 就是会有那种电人的感觉 对他的差别一个很有炒烧包的感觉 这个是我觉得 华人跟印度人的差别 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这首 传给你不同种族的朋友 甚至外国的朋友听 相信大家都会一边听呢 一边想要跳舞 如果想要追印度女生的朋友呢 也可以就是把歌词背起来啦 唱给他们听 相信他们会很开心 请大家多多支持 拉屎你妈传人 和多多分享这首 给你世界各地的朋友 感觉 感觉 Roti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